上面的应用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很多的一个分析统计 都是以人口数为基准 举例来说 假如我想要去看台北市各行政区的结婚率 那我们当然是必须要拿人口来 人口的数量来当做是校正 举例来说 你总不会把那个台北市的结婚对数 跟花莲县的结婚对数来去做比 对不对 这种比是不公平的比 那你总不去跟新北市来比 新北市人口数应该400万左右 那比台北市多了130 大概多了133 134万 所以相对的我们要在公平的基准上来去比 通常我们会拿人口数来做校正 上次我们大概讲到了 就是台北市民政局所提供的人口统计 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继续续续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最好是把那个就是 呃 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各行政区各岁数各性别的一个人口数的资料收集 这叫最基本的资料 那可是现在我们只能收集到年 以年为单位 如果可以收集到月 那是不是画出来的那个折线会更精准 如果你要收集到日 那当然是更棒 但是我觉得那就没有意义了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收集到各年的资料 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咯 这个各年的资料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 你 因为要跟我 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都先下载相同的资料内容 好吧 就是到这个地方 我写在白板上的这个下载的网址 好 那我先实际的做一下给你看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打开Chrome浏览器 好 麻烦各位先不要登入 先不要登入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在网址列的地方 网址列就直接输入我的网址 Http s 然后斜线斜线 go.g l 斜线 ytz 注意这个z 后面这个大写的r 大小写要特别注意 好 这个是大写的r 然后最后面有x 这是小写 t是大写 要特别注意大小写哦 然后按下inter键 那麻烦请各位 请各位去看今天 今天课程因为其实是延续上个礼拜 三的课程 所以麻烦请找 2021年12月15号 以色谷书纽分析资料视觉化 在公务上的应用这个课程 请点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这边应该就只有一个压缩档 所以这个压缩档是这个 好 那就麻烦请点它下载 可以吗 这样就下载好了 请点左上角这个图示 好了 那就麻烦请各位先进行下载动作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